这里是1926年的纽约街头 探员正在调查一起意外事故 突然墙壁上出现裂隙 一股未知力量窜到地下 瞬间就摧毁了整条街道 这样的怪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由于未知力量神秘莫测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将矛头指向魔法师 一时之间抗议浪潮声势浩大 为了缓和局势 魔法师们不得不隐藏起来 避免冲突 这一天纽约市来了一位客人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魔法师小雀斑 小雀斑随身带着个行李箱 里面装着他收养的神奇动物 动物里有只贪财怪名叫秀秀 只要闻到金币味就会向机而动 小雀斑发现秀秀溜出箱子 赶紧跟着他进了银行 很快小雀斑就发现秀秀踪影 他急着跑去抓怪 结果将一枚巨蛋遗落在椅子上 巨蛋被好心的大胖捡到 并且就要孵化 为了避免神奇动物被人发现 小雀斑只好催动魔法 将大胖带到了金库这儿 刚到金库就撞见秀秀溜了进去 小雀斑使出魔法 准备打开金库大门 就在这时银行经理赶了过来 小雀斑见事不妙 使出一招石化术 将它石化 接着便进入金库 将秀秀收藏的金币全都吐了出来 警报声很快便引来保安 小雀斑又是一招瞬移 和大胖一起传了出来 魔法不能在普通人面前暴露 小雀斑打算清除大胖的记忆 结果却被他偷袭 逃之夭夭 这些事情都被另一名魔法师 大漂亮看在眼里 他得知小雀斑坏了行规 于是将他带到了魔法师协会 大漂亮打开小雀斑的箱子 结果却发现 箱子被大胖给拿错了 大胖那边拿着错箱子回到家中 等他一打开 神奇动物纷纷逃了出来 很快 小雀斑就跟着蜜蜂找了过来 大胖被动物打伤在地 房子也被拆得七零八落 大漂亮带着两人来到妹妹小漂亮家中 小漂亮不仅会魔法 还拥有毒心术 一眼就看出大胖心怀不轨 不过他对大胖似乎颇为忠意 这一天晚上 小雀斑打开行李箱 就这么钻了进去 大胖背着一目惊呆 也跟着进入箱内 箱子里面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里面住着很多小雀斑收养的神奇动物 有能改变天气的雷鸟 有濒临绝肿的脚头兽 有保护植物的护树螺锅 有缩缩自如的鸟头 还有最危险的默默然 小雀斑说 逃走的动物在外界十分危险 还请求大胖帮他找回动物 就这样 两人一起溜了出来 很快 小雀斑就在一家珠宝店 发现秀秀的身影 小雀斑在店内一番折腾 最后使出魔法 将秀秀钉在玻璃上 这才将他抓住 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 这时 街上出现一只狮子 小雀斑抓住机会 带着大胖逃离了现场 两人来到一座监牢 准备接着收服独角兽 小雀斑将独角兽射箱抹在身上 接着对独角兽使出怪招 让他乖乖地滚进箱子 就在这时 大胖弄洒了剩下的射箱 很快独角兽就追了过来 大胖逃到一个兵场 独角兽也追了过来 还好 小雀斑及时杀出 将独角兽收进了箱子 两人只顾着抓动物 却没想到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大胖量逮住机会 将两人锁在箱子里面 接着将他们带到了魔法部 魔法部这边 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城里刚刚发生孔习事件 一名纽约市议员 遭到默默然袭击 当场嗝屁 而大胖量带来的箱子里 正好就有一只默默然 就这样 小雀斑被冠上孔习的罪名 被魔法部判处死刑 大胖量因为有同谋嫌疑 同样判了死刑 行刑者从大漂亮脑中抽出他的记忆 接着将他送上了行刑椅 小雀斑可不会坐以待毙 他让不身锣锅打开手铐 然后带着大漂亮逃离了刑场 小漂亮那边也察觉到大胖的险境 带着他逃离魔法部 两方人马在中途会合 三人躲进箱子 最后由小漂亮将他们带了出去 为了不让魔法部 拿动物当借口 小雀斑还得找到最后一只隐身兽 可是隐身兽无影无踪 要如何找到它呢 大漂亮见它找不到办法 于是带着它来到魔法酒吧求助 酒吧老板是个万事通 只不过信息都得靠酬金换取 小雀斑给老板看了好几件宝贝 结果老板却看中他身上的护树螺锅 就在两人交涉之时 魔法部的人却赶来了酒吧 大胖一拳打趴老板 接着和众人逃离了现场 他们来到老板所说的大楼 隐身兽果然在那里照顾鸟鸟 这只鸟鸟奇大无比 连小雀斑也搞不定它 大胖抓住一只蟑螂 将它扔进茶壶里面 最后总算将鸟鸵引了进去 几人将动物重新送回箱子 这一下终于不用再担心 它们的安全 众人本以为一切都已搞定 谁知雷鸟却发出预警 外面世界又发生了危险 原来是城里的默默然 又出来作乱了 这一回默默然直接窜上大街 对城里的建筑展开了毁灭式破坏 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魔法部的高司令暗中叫唆 为了阻止默默然的破坏 小雀斑和大漂亮来到现场 阻止这只大怪兽 路上还有警察设下的路障 不过默默然的破坏力实在太强 瞬间就将它们吞噬殆尽 小雀斑在默默然后面一路尾随 发现怪兽其实附身在一个男孩身上 小雀斑向它示好 希望它能停止破坏 就在此时高司令赶过来 并对小雀斑发起了攻击 男孩见此情景身上的默默然再次爆发 刹那之间整个地铁通道被冲得横七竖八 眼看小雀斑就要遭殃 大漂亮赶到现场 并对男孩产生了影响 此时魔法部成员也纷纷赶来了现场 他们集体施法 将男孩和默默然一起消灭 默默然一死 魔法部打算将高司令带回总部 给予惩罚 因为他暴露了整个魔法师协会 高司令不服 认为魔法部长的路线只是保护人类 却忽略了魔法师 他发动魔法 朝魔法师群体发动反击 眼见魔法师一个个倒下 小雀斑终于出手 他用动物困住高司令 接着催动魔法 让他现出了原形 原来这个高司令 竟然是魔法界正在通缉的黑魔法师 格林德沃 抓住格林德沃后 小雀斑召唤出雷鸟 让他带着诗意药剂飞到了空中 很快天空就下起了大雨 诗意药水被混在大雨中 洗去了普通人关于魔法师的记忆 魔法师们则催动魔法 将街上的建筑一一复原 就这样整个城市忘记了默默然袭击事件 小雀斑则带着自己的神奇动物 踏上了回国的轮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